今天四个单元的节目 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 主动脉血管瘤以及治疗方法 还有就是如何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今天现场四个单元 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 全世界顶尖的血管外科专家 林姓鸿医师Dr. Peter Lin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嘉惠尔医院资深副总裁 Eric Jan 蒋孝东副院长 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主动脉血管瘤 其实您除了每天 我们刚才说每天 至少有两场手术之外 那您的其他的工作 还包括什么呢 谢谢 我平常大概花80%时间是照顾病人 那其他的时间 我还有做很多的这个临床的研究工作 还有教书 林医师呢 也是你们嘉惠尔医院的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 那在嘉惠尔医院一年手术大概有多少呢 嘉惠尔医院各类的手术 其实每个月都有这个500例左右 所以一年下来要六七千的研手术 所以在社区医院这个算是蛮 这是非常繁忙的一个医院 从手术 从开心手术 那就是两年半以前 我们这个荣幸的有这个 林姓洪医师 增加到医院的这个医生的团队之中 为我们这个广大的民众带来了不少的福音 特别是讲中文的这个病人 嘉惠尔医院呢 在全美国来讲 也是最优秀的社区医院之一了 对吗 可以这样讲 那嘉惠尔医院在这个现在 蒙特利公园市的地址 已经连续的服务社区已经将近90年 说您也是前总统 老布什总统的医学顾问 其实他那个时候 对您的就是主动脉血管流的整个的研究 是非常的支持和关心的对吗 对 对 所以之前我在德州做事 当医生当了15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我对这个 以前有不同的参议员 这个不同的老总统 对他们来往很密切 他们对我的这个临床经验都非常支持 李医师本人在这个德州贝勒大学医学院做教授的时候 亲身参与了这个在通过立法过程 然后为提供医学佐证 当时把这个联邦的红兰卡 正式参与到支持血管流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这个是所谓的SAVES Act 就是为很大的一部分病人带来了福音 谢谢林信宏医生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我们刚才在一直在说主动脉血管 其实它的分布是从心脏出发吗 对不对 对 所以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有不同的情况 它会造成这个所谓的动脉扩大 造成所谓的动脉瘤 那今天我要谈的是这个所谓的腐动脉 在肚子里面 这个是人体里面最普遍的动脉瘤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知道每年在美国里面 大概有50万的病人他有这个疾病 那这50万里面我们知道 每年大概有7万到8万的病人可能会死亡 因为造成这个动脉瘤破裂的关系 怎么样的人会得这个病呢 这个跟遗传有关系 还有其他的不同的风险因素 也包括跟食物方面的 吃的方面的因素有关系 比如说他的病人的这个高血压 高胆固醇 高胆固醇高 都会造成这个动脉 造成的动脉扩大的这个情况 造成这个动脉瘤 跟年龄有关系 还有跟性别有关系吗 大体来讲跟年纪有关系 跟这个性别没有什么关系 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机会得到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有三个单元 我们就听林医师还有蒋孝东院长 跟大家来谈一下主动脉血管瘤 它是怎么样发生的 现在世界先进的手段 又是如何来解决的 还有就是当然要跟大家说 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作息 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 更加的健康 今天我们也提供 Dr. Peter Lin的网站 大家可以上到网站上多多的了解 了解林医师 还有了解现在主动脉血管瘤 你们做的一系列的研究 还有解决的办法 稍待之后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今天 跟大家谈的是主动脉血管瘤 请到的是血管外科专家 林姓洪医师还有嘉惠尔医院的 资深副院长蒋肖东副院长 林医师是我们全世界顶尖的 血管外科专家 也是前总统 老布什总统的医学顾问 林医师在来到南加州 为嘉惠尔医院服务之前 实际上在德州 德州 予斯顿的贝勒大学医学院 曾经服务过十几年 一直做到血管外科的主任 因为大家知道老布什总统 当时这个从白宫卸任之后 就是在安家在云士顿地区 林医师当时不光是在 贝勒大学医学院 也在云士顿的荣民总医院 也是在从事血管外科方面的治疗 我大概一两年前搬回来 搬回来这个是一个 我很感觉到很快乐 很光荣的一个转的环境 因为我小时候在这边 南加州长大 在这边念高中念大学 那这十五年来在德州做事 我学了很多 我很光荣能够有这个机会 回来南加州 跟大家福利 为什么我们的血管会生病 或者是主动脉血管会生病呢 一个人他的血管会造成疾病的原因 跟他的年纪有关系 跟他的食物方面吃的东西有关系 所以他的高血压上升的话 造成这个静脉动脉的压力上升 会造成这个静脉动脉扩大 那他们吃的方面 如果说他的胆固醇量上升 比如说肉吃得多 它造成这个血管的斑块会累积 会造成这个血管会受伤到 那这个情况下 这个动脉像这个气球一样 会越来越来越扩大 它扩大到一定不从之后 它会破裂 那这个可能会死亡 因为动脉有破裂的原因 如果破裂的话 就是所谓的内出血对吗 对 就是那一个危险的事情是 还没有平常自己没有感觉 没有症状 这个是最危险的 所以你只要50岁至上的人 尤其是你以前有这个家人 有这个动脉流的历史的话 你可以去你的家庭医生 去请他做一个超音波扫描 这个扫描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大概值得花5分钟 10分钟 那这个正确率几乎98%到99% 非常简单 非常正确的 一个检查的方法 当大家出现身体 什么样的不适的时候 就应该要引起重视了呢 这个问题 80%的病人有这个问题的话 他们没有症状 那如果症状发生的时候 可能已经太晚了 所以这个是要预防 要提早检查 这才是最重要的方法 要等到他有症状的时候 已经可能太晚了 什么样的情形发生会太晚 蒋院长您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不痛 有失血和破裂的时候 那肯定就是太晚了 所以林医师在十几年前 就参与到这个 积极争取联邦政府 为这个早期诊断的这个筛选检查 也有政府的这个保险的给付 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可以 在没有经济负担 或者是很少的经济负担的情形下 就能够得到早期的筛选诊断 就包括这个早期的超音波 在医生诊所 不光是要到血管外科 甚至是自己的这个家庭医师 诊所都很多都可以采取 这种早期诊断筛选诊断 而且刚才林医师讲 超音波的诊断准确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下个单元 我们继续听林医师 还有蒋院长 跟大家谈主动脉血管流 待会见 继续专访世界杰出的血管外科专家 林姓洪医师Dr.Peter Ling 还有嘉惠尔医院的资深副院长 蒋孝东副院长 刚才进广告的时候 蒋孝东副院长纠正了我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在说肿瘤 主动脉血管肿瘤 其实是瘤 瘤和肿瘤还有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谈的是 发现主动脉血管瘤 或主动脉瘤 是吗 林医师 对 它的问题是 如果它扩大到5公分左右的话 它这个破裂机会上升 在这个情况下 人的这个生命就会有它的危险 它死亡率就上升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早点发现 那如果说发现这个动脉瘤 已经扩到5公分左右的话 那这个需要医学方面来治疗 如果是5公分就应该要手术 不能够等到破裂 可是破裂了 要马上治疗手术 就要急诊手术 急诊手术 当然不如你平常在 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早期是手术来得更安全 对 那如果是急诊手术 发现已经都整个都是 内出血了的话 那医生的治疗又是什么呢 林医师 从传统性的医疗方法是 要做一个大刀 把这个肚子打开 那这个手术时间 大概要7个8个小时左右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会把里面的这个 叠开的这个动脉瘤 把它控制好 那放一个人造血管 把它缝起来 那这个手术时间是相当长 那如果说手术做完之后 普通的病人要大概在医院 大概7天到10天左右 那对他们来讲 这个身体打击是非常大 我们做好预防工作 在发现说 有了差不多5公分大小的时候 就可以来实行手术 现在的手术 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好吗 好 所以现在从美国的医学方面 它的已经非常的发达 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方法 从这个筋疲的一个方法 放一个道管 从这个大腿的动脉里面 我们可以放一个特别的支架 我们看一下 那就是当然是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那个支架 对 就是一个支架 从这大腿里面 我们可以放着支架进去 那这放在这个动脉瘤的中间 那就是变成新的血管 所以血压从里面进去 从右脚下 左脚下去 变成新的血管 那这个情况下 它这个压力就会缩下来 那这动脉瘤就慢慢缩小 那这个情况下 它破裂机会就会取消掉 那这样的手术 现在都是用微创的方法 来治疗对吗 来做对吗 对 所以这种新的方法的话 手术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那病人第二天就可以回家 那回家之后 这个大腿没有伤口 不需要缝线 它第三天就可以回去 可以开始运动 可以回家上班 它生活方面的话 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那现在在美国 是不是大多数的 主动脉瘤的手术 都是在用建议 大家都是用微创 或者是学习用微创 从这个微创的方法 可能70%的这个病人 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医疗 成功率 成功率非常高 大概98% 99%左右 太好了 您怎么看微创 主动脉瘤的手术 微创当然现在是 在美国现在医疗解释 这个是大家都希望 尽量采用微创 这样病人住院的时间 也比较短 对 然后那另外呢 我们这边南加州 特别是在肾盖伯骨的病人 也是很有福音 有林医师 林医师是微创方面 是先行者之一 很多的美国医学院的教科书 在微创 微创血管手术的话 都由林医师来煮笔的 除了去开刀房 所谓我们说的手术师以外 也花等量的时间在导管室 通过微创手术 所以它这部分倒是公平 在开刀房一半时间 在导管室 花另外一半时间 那导管又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是不同的 所谓的腐膜的支架 那这个是现在 我们现在放在胃里面 肚子里面的动脉瘤的支架 那现在这个技术是非常发达 从其他身体不同的方面里面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在胸腔里面 我们可以放一个支架 来医疗这胸腔里面的动脉瘤 它医疗方法是类似的 是从大腿里面放一个导管 从这导管的方法 我们可以放个支架 一样的道理 这个病人第二天可以回家 就不需要开胸腔 不需要开肚子的这个方法来医疗 因为开胸腔的话 还要切胸骨 所以那些手术是巨大的 对病人的 痛苦的 刚才林医师和蒋院长 都跟大家说了 预防提早的发现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面一个单元 我们就跟大家谈预防 如何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最后一个单元 继续访问我们世界顶尖的 血管外科专家 Dr. Peter Lin 林信鸿医师 还有嘉惠尔医院资深副院长 蒋孝东 Eric Jan 蒋副院长 好 那么这个单元 就来跟大家谈保健了 因为知道说 50岁以上的人定期做检查 是很重要的 是每年都需要做吗 林医师 不需要 你如果第一次做完之后 你的动脉的大小是三公分之下的话 你可能每三四年就需要再做一次 因为用一个简单的多普洛 多普洛那个超声博弈都可以打得到 动脉的大小跟人的身体有关系 一个人身体高大的话 可能三公分是所谓正常 正常 那一个人他的身体比较小的话 那可能2.5到3公分的话 这个情况下 可能每一两年就需要再做 这个超音波的扫描 了解 那也就是说50岁以上 但是如果是有家族遗传的 就是要很小心 再加上如果有肥胖 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的话 那他们可能是更要小心了 对吗 对 所以要预防的方法 跟他的这个风险的因素有关系 所以一个病人 他如果有高血压 有胆固醇高 有糖尿病的话 所以食物之道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情况下 你的高血压要控制 所以平常多运动 那从食物方面的话 要多吃水果 多吃蔬菜 少吃肉 因为吃肉的话 会造成这个胆固醇上升的 这个危险性 那这会造成这个动脉瘤的机会 我知道很多的心脏 血管 一些专家 大家都是吃素的 全素的 李医师也是 对 所以吃素对我来讲 是对健康方面 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你蔬菜水果 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食物 那这种情况下 你吃的 少吃肉 多吃水果 多吃蔬菜 你的胆固醇上升机会 是几乎是零 那对你这些病人 有这个胆固醇高 或是有糖尿病的话 你这些用这个食物制造方法 是非常有效 平常呢 还有一个就是要尽量的 要常去和你的家庭医师 要保持密切的联系 然后呢 由他们来帮助你达到健康 像林医师这样的专科医生 常常都是接受这个家庭医师的 这种转诊 转诊 实际上老龄化的结果 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这个部分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实际上是在逐年增加的 刚才林医师讲过 在全美已经 每年现在有50多万的病人 所以这个也是不容小看的 一个健康危险 现在这些年 您接触到的病人发病的情形 和您比如说五年十年前 接触到发病的情形 现在有什么新的倾向呢 有没有更年轻化呢 现在年轻人他的生活方面 他的非常紧张 生活方面紧张 他们对他平常运动方面 吃的方面 不是有花很多的时间去来照顾 所以你现在不运动 吃得不好 或吃得油的东西吃得多 这些会造成你心脏病 会发生的原因 会造成这动脉 会造成动脉瘤的这个机会 所以平常生活方面 要比较重视 要多运动 多喝水 那少吃肉 多吃水果 多吃蔬菜 好的 我们要把医生的话 牢牢地记在心里 我们要好好地去做 在今天节目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请蒋院长 给大家再提醒一下 我们需要日常生活中 需要注意的重要的事情 大家要定期地去看 您的家庭医师 定期地要到医院 或者是医生的诊所参加体检 所以保持自己饮食 和精神方面的健康 来自医生的话 我们再来听一次 如果有家人 有这个历史 有这个动脉瘤的话 你要找你的医生 要去做这个超音波扫描 那你平常的话 你这个高血压 胆固醇 这个糖尿病都要治好 就从这食物方面来控制好 好的 非常谢谢Peter Linn 林信宏医师 还有蒋肖东院长 给我们带来这么重要的访谈 我是周磊 祝您天天都健康快乐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